唐妆美人大PK 杨子 赵露丝 田西威 谁最美 内鱼的风是一阵一阵的 最近又开始扎堆拍唐代剧 这人一多吧 就容易扯头花 杨子的国色芳华 和赵露丝的珠连玉木 还没拍完 两家就已经掀起了比美赛 这边呢 子妹终于摆脱古偶半永久 路透阶段 咔咔祭出12套造型 有男装 有女装 可艳丽 可清纯 发型多变 妆容精致 如群多彩 看得出来相当用心 和铁刘海说拜拜的杨子 在大气明艳的唐代妆容加持下 有点人间富贵花那味了 赵露丝的珠连玉木 也是唐代背景 晒出的路透里 高级 如群 花店 金步窑 一英俱全 和之前长歌行李 青春小白兔公主造型不同 这回呢 多了一股艳丽的味道 被粉丝狂追为天选藏朝人 露丝美是美 就是一不留神呢 和隔壁杨子撞行了 两家粉丝啊 也由此掀开大战 紫米大喊 赵露丝 COPY可耻 露丝粉丝回击 对对对 全网都在COPY 合着唐朝装发 都是您家发明的 田兮薇 带着紫叶龟 也加入战场 大眼甜妹 和唐风美人的适配度 也很高 大发包 加各式高级 光是花店 就换了好几款 走的也是浓墨重彩风 同样是唐妆 谭松运在鼠锦人家里的装造 要清淡一点 如群色彩以淡雅为主 样式呢 没有前几位那么繁复 发式也不多 知其点缀作用 刘诗诗也走清理可人路线 掌心里的妆容 和之前的古装差距不大 也没有垫大发包 除了骑胸如群 和典型的高级 整体上 唐风的痕迹 并不明显 秦蓝的隐娘 也是唐代 但题材是女性选一句 所以花在装发上的空间不大 秦蓝的装发呢 也以简单素雅为主 其实啊 最近几年 不少影视剧里的唐风美人很出彩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装发 是专业团队根据唐代妆容 服装资料复刻的 小到全眼头上的一个闹鹅 眉毛的画法 花定的形状 大到妆容与服装的搭配 都很有考究 将盛唐的浓郁富贵 辉红气韵 展现得淋漓尽致 身着唐妆的热衣扎 就像从壁画里走出来的女子 真的特别惊艳 风起洛阳里的送衣也很美 日常妆素雅精致 又不是活泼 大婚时代的花束冠 是根据史料 一笔衣服刻的特别用心 当然了 优秀的唐朝装造很多 拉胯的也不少 余政的唐朝剧 就是这方面的挖地 她剧里的美人 喜欢走阿宝色系混搭风 头上一堆毫无美感的浮夸装饰 再穿上劣质蝶片衣服 眨眼一看 就是个行走的服装批发布 在唐宫美人天下里 杨幂 李小璐 郭振尼 张婷 王立坤 没一个逃过了她的祸祸 美人制造里 热巴顶着一个擒天柱 美感降低 喜感增加 羊绒头顶各种形状 包子 盘子 竹台 红纫机 咋个离谱 咋个来 后来呢 在离歌行李终于收敛了 但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主角到配角 每个人都一张寡蛋小脸 离同看着 还有点营养不良 完全没有唐代美人的风月 如今的唐妆美人 大多呢 是小家碧玉 个个瓜子脸 羊柳腰 漂亮是漂亮 但这种美 可以是任何时代的 所以哪怕妆造再复原 也只有唐的壳子 没有唐的韵味 像是花榴梨一文 光是女主孟子义的妆造 就有32套 每一套都很精致 女配们的妆造呢 也很美 镜头摇过去 没有厚似薄笔 发包 鲜花用的多 造型多变 连小丫鬟的造型 都是用了心的 但是光用心是不够的 孟子义顶着一张巴掌小脸 还要留个刘海帘子 头顶繁复发誓 一眼望过去 局促又小气 真正的唐妆美人 是大气风雨的 才能展现大唐 盛世万千的气象 上一个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唐风美人是樱桃 她的杨贵妃 妩媚又端庄 樱桃是新型脸 脸型圆润流畅 唇心饱满 一颦一笑 很动人 但跟90年代 影视剧里的唐代美人比 还是差了一截 尤其是陈嘉玲导演 她的四部唐朝剧 发型 头饰 服装 礼仪 氛围 无一部精美绝伦 可以说 她编织了国人 关于唐的东方美学意象 在唐明皇里 林芳斌为了 演好杨玉桓 增肥三十斤 她的杨玉桓 肤若凝脂 粉塞桃面 肥梅入病 额肩花垫 金钗不咬 一切都完美 真的是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 冻京城 略显笨重的发迹 在她头上却刚刚好 大朵的牡丹簪花 也没有宣宾夺主 反倒是 应称的人比花椒 周杰的杨贵妃 比林芳斌少了一丝端庄 多了一丝艳丽 抬眸间 很勾人 她跳的霓裳语异曲 让人相信 为何君王不早朝 这才是圣堂最美的女人啊 但要说 把圣堂气象 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 是刘晓庆的武则天 从少女时期的娇俏活泼 到青年时期的雍容华贵 再到老年时期的威严端庄 都呈现得没有瑕疵 这部剧全员美人 徐慧 王皇后 萧淑妃 上官婉儿 魏国夫人 各有各的疯子 这三部剧的造型师 都是杨树云老师 直接疯神 到了圆历的法门寺猜想 圣堂气象不再 婉堂的典雅 启丽和哀伤出来了 剧里的圆历 美得上一幅画 极具忠实韵味 圆历的脸 不是如今流行的瓜子脸 而是芳鹅广宜 国泰民安的一张脸 淡妆清纯秀丽 浓妆明艳端庄 当他一扇露脸时 让人忘了呼吸 若到团圆四明月 此中虚发 桂花开 到了千禧年后 也出了好几部 精彩的唐朝剧 这会儿的美人呢 走得大气端庄路线 已经和之前的大富大贵 浓墨重彩有了区别 大明公子里的 浮化风格偏克制 六年太平 妆发简单 服装轻盈活泼 冯年太平 端庄典雅 武则天不怒自威 他们的妆容 普遍淡雅 不过多装饰 稍微艳丽一点的贺兰式 发誓也不会太突兀 02年的大唐情史里的美人 整体气质是名艳又不是婉约的 沈奥军的高杨公主 张童的戴姬 严丹臣的杨妃 就连秦岚的武则天 都有了点处处动人的意味 再往后几年呢 就是各种雷剧频出 关于唐的意向 彻底走歪 直到最近这几年才算掰过来 但要说真正的唐光美人 怕是很难见到咯